大家好,我是一扬 现在有很多人四肢都不胖 只有肚子大 这有可能是内脏脂肪过多导致的 身材看起来像个苹果 所以叫做苹果型身材 这种肥胖也叫做内脏型肥胖 或者像心性肥胖 想要减掉内脏脂肪 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来消除 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一个躺着坐的锻炼动作 下面我来说一下具体的做法 首先仰卧在鱼鸭垫上 两腿屈膝 两臂打开 手心向上 这是动作的起始姿势 然后抬臀 保持肩、臀、膝盖在一条直线上 同时两臂在后背记掌 手臂返回的同时 身体放下 速度可以自己掌握 不要忽快忽慢 保持匀速呼吸 每天坚持100个 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增加数量 这个动作不仅能够减内脏脂肪 也可以通过促进臀部肌肉的收缩 舒张去除多余的坠肉 可以起掉踢臀的作用 对于平常不太喜欢运动的女性朋友 经常练习这个动作 能够使自身的身体素质 获得一定水平的提高 能够合理锻炼肌肉耐力 提高心肺功能 导致内脏脂肪形成的原因有很多 一般是由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导致的 平时早餐吃的很少或者不吃 相反午饭和晚饭却吃的很多 尤其是晚饭 经常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又因为不爱运动 没时间运动 无法将多余的热量消耗掉 就会流寸在体内转化为脂肪 所以改变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是非常有必要的 平时无论多忙 早晨都要吃早餐 少吃碳水化合物 比如米饭、面包 过多地吃这些食物 就会导致过多的糖分被代谢出来 就会使内脏脂肪囤积在腹墙 当然也不能完全不吃 对于女性来说 每天渗入的碳水化合物的量 不应该超过200克 而且三餐的比例是5比3比2 这样才是更有助于消化与代谢的黄金比例 还要多吃一些寒氮脉质高的食物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这 有请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杨 咱们下期见